我作佛师 摄放佛刹 诸菩萨中 闻我明义 解习 戴得清净谢陀 普等三位 诸身松弛 诸三摩地 至于臣佛 这是经文 那我们看念老的诸解 诸章中 从至于臣佛 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 这一段是这个至于臣佛之前 这一段 表第四十四愿 普等三位愿 定中以下 表第四十五 定中功佛愿 从四十四以下住院 戒为鼻鼓以外 鼻鼓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以外的 前面四十三愿是讲过内的 极乐世界过内的 那么最后的有五愿是讲 极乐世界以外的 摊放菩萨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见闻无量寿经》 所得的 殊胜法译 在这里 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了 我们看 第四十四 遗文明年 terce十六 为文明年 者 主三昧 为文明得主三昧 普等三昧 之余 臣佛之愿 待着急 一 西斯社 水火相待 注于水火不相如 二相待起 又待着追 据慧苏的意思 令文明人 及时 德诸三昧 顾应 皆惜待得 这个待 就是立刻 马上就能得到 不是说以后要多少天 不是 文明时候就得到 这个功德了 不可思议 送一本里头说 所有设法 一切佛刹 诸菩萨众 文我明后 应时正德 即进三摩地 其中 应时正德 就是此地 皆惜待的 同样历史 文明就得到啊 在这个地方 我们深深体会到 弥陀明后功德 不可思许 不可思议 射方 祝福世界里面的菩萨 天道 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得 就能得 普登三位 后面还说 祝神宗持 祝三摩地 之余称福 明后功德立业 真正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相信 啊 这个不相信的原因 就是有 深厚的 业障 我们在六道 轮回里头 多长时间 自己要明白了 无量劫 深深实实 拖不了轮回 这一生 如果我们 遇不到这个法门 就拖离不了轮回 这个法门的殊胜 就是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 永远 拖离轮回 祝福菩萨教化 众生的目的 达到了 那 佛陀教育 在这个世界 目的活在 佛为什么要设教 为什么要一生 这么样勤苦来教学 看佛陀的一生 开悟之后 依然是树下一休 日中一世 拘无定所 四十九年 奖离教育 哪里有缘 就到哪里去 为什么 一句话 为了爱护众生 大慈 大悲 亲近平等的大爱 一个目的 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那苦 有究竟苦 路有究竟路 离究竟苦 永远没有 不会再受苦了 叫离究竟苦 究竟苦 不就是六道轮回 究竟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换一句话说 帮助我们 离究竟苦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得究竟路 佛度众生的目的 就达到了 设防众生 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 一阵状况 我们讲 人四环境 物质环境 那阵包 是人四环境 一包 就是物质环境 这个经常 讲的太清楚了 真正是 得究竟路 脱离轮回 拔究竟苦 祝福 借赢我们 保送我们 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四十八愿 加持给我们 四十八愿是为谁 发的 我以舍法界 祝福插土 灭 苦难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